哈嘍 各位朋友 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下午第二場在直播分享的車種別呢 是大家路上最常見的 同歐他的Artist 這個是十年五代的 這個道路版呢 是應該最受大家歡迎的 因為剛剛在那個Artist的家族裡面 我已經做了一個一模一樣的分享 今天是假日啊 沒有同事上班 所以我這邊算是剛剛直播分享之後 再回到我們自己家粉絲團再做一次分享 這一台呢 目前都還是原廠的 這原廠輪胎195655都還是原廠 那安裝KT Racing道路版的呢 後面的彈簧公斤數 阿里斯就是5公斤的 前面就是7公斤 前7公斤後 就是我們Artist都是專用最受歡迎的規格 後面的上座 在這裡 前面的上座 我們全部都有附 技師安裝我們KT的避震器呢 最方便 調整車道調好 儲鈴調好呢 就可以直接上了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這是後面的 上座的話呢 就都不用使用了 後面的話 已經安裝好了 後面都好了 後面的話 後面的話呢 這裡有兩顆螺絲 這裡有一顆 裡面的話呢 還有一顆 裡面已經鎖好了對不對 鍵器不見了 所以這上座的話 都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阿里斯後面之前 可能沒有車友看到 來看一下他的主 後面的主 你要從哪裡調整 這個是後座 後座往前先之後 把這個四板打開 藏在這裡 從這裡呢 就可以做阻擬軟硬的調整 順時鐘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KT的避震器呢 是30段 30段阻尼可以調整 高低的話呢 就是統身可調 並不是靠 預載彈簧的高度 預載彈簧的壓縮度 來改變車高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所以後面可以上開了 托盤敲了沒 好 這是後面的部分 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上座 我們都有附喔 來這邊 前面的上座在這裡 前面的上座呢 這裡有靈印 有沒有幫我幫我補燈 來我們來鏡頭拉遠一點 這是RT10 10.5代的 上座 上座常在這個地方 屬泥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也能做調整 不用再拆東西了 我們也有附上座 腳管的部分我來看一下好了 腳管的部分 這是原廠的離載串 原廠離載串 離載串的固定點 ABS感應線 油管固定下 全部都是比照原廠位置 前面7公斤 這是統身可調的部分 不是靠壓縮彈簧喔 所以我們統身可調 把這個腳管呢 往下調整 它整個長度變長之後 射高就變高 這是靠統身可調 所以它能調整的區間範圍呢 一定很寬寬 再來當然是要很久 可能很久沒有介紹的 它裡面的主尼油 我們KT的系列呢 不論是道路版 競技版 全部都是用IP的主尼油 這個的話呢 道路版會用五番的 5W的主尼油 義大利的IP主尼油 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義大利IP主尼油 它是義大利的重機啊 Abrillia 前叉 還有破壁電器的主尼指定用油 它是義大利一神筒進口來台灣的 不是混裝 不是混裝在台的 所以這個主尼油的血統 非常非常的純正 它裡面的油封 我們系列 我們KT變器的系列 裡面的油封 所選用的油封 就是日本MOK的油封 剛剛拍到的上座啊 上座的話 就是用KOYO的 也是日本知名品牌 KOYO的軸承 所以這些用料呢 都是一時之選 這台真的超級超級原廠 這台的話 10.5代 連輪胎旅圈呢 都還是原廠 那車主的要求 今天並沒有要降很低喔 這台的原廠車高 如果以我的手指頭的話呢 來 手指頭的話 後面的話 大概五個手指頭的高度 今天的話 後面的話 只要稍微降而已 所以等一下會降到三指 大概到三指半的高度 前面的話呢 大概兩指半到三指 所以他的車主的車高需求呢 他比較希望沒有要降那麼低 這是後面的避電器都已經裝好了 所以後面可以上台了齁 好 所以他的 你看連輪胎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阿提斯的車友的話 剛剛有在裡面做分享齁 那車友真的很謝謝大家的捧場啦 因為阿提斯最近的話 會受到大家歡迎 然後真的都是大家幫忙推薦的 所以我們的阿提斯的話呢 才會賣得那麼好 當然啦 我們台中的工廠啊 也有 也有提供 一樣車系 一樣車系 阿提斯的試乘車 可以讓大家做看看 嗯 因為 很多的車友 阿提斯的車友會問 我們後台的小編說 客人好多 不好多 好不好做 其實你問我們 老王賣花是賣物花 當然不準啊 所以 我們有提供了試乘車 來做看看 有滿意再考慮就好了 不見得有滿意就一定要安裝 你有滿意了齁 你多多試乘其他品牌啊 再來是KT 都很歡迎 因為避震器的話 其實 每個人的感覺 很習慣啦 那當然有試乘可以試乘 那最客觀啦 你覺得試乘後 有滿意 那再來考慮就好了齁 畢竟一組避震器也不少錢嘛 我們試乘之後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可以了齁 KT避震器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 我們本身就是製造的工廠 那 醫院技術也是消耗品 有可能久了之後 任何一個零件啊 壞掉的話 我們啊 都能針對任何一個零件做派換 舉個例來說好了 大家都知道 畢竟用上座 它是消耗品 那上座壞掉 我們就單換上座就好了啊 還有裡面這裡 這個防塵套齁 這都不是台料的耶 這個都是台灣的耶齁 這個防塵套呢 破損壞掉之後呢 也可以針對一個防塵套 來做派換 還有什麼東西 這個其實都很少是消耗品啊 最最容易會 呃 會有壽命的問題呢 應該是裡面的主尼油 因為裡面的主尼油 即便我們已經用到IP的主尼油 可是還是會裂貨啊 裂貨之後呢 它的承受感覺就可能沒有像現在剛剛裝的新品齁 那麼的好做 那之後呢 就可以針對裡面的主尼油呢 來做整理的工作 那整理的工作要做什麼工作 就是我們把裡面的便器呢 全部細部分解 第一個 換裡面的主尼油 第二個呢 會換掉裡面的油封 那為什麼 為什麼裂化之後 連油封都要換掉 其實啊 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最貴的不是主尼油 也不是油封 這些都是很棒的品牌 大家剛剛都有介紹的 有聽到 但是最貴的是什麼 最貴的是菜莊的工資 工時啊 這個才是最貴的 所以我們都已經拆開拆完了 所以當然連裡面的主尼油 裡面的油封齁 都一起把它換新的 那最後呢 只有剩下外表呢 有一點點使用的痕跡啊 所以這個都才是工廠 才有辦法做到這個部分 其實啊 我們也有維修了好多其他的品牌 那維修的工作呢 現在 北中南 也有很多的 那個專業的維修 維修 維修便器的同業 都有辦法做這樣的服務跟工作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家產品 當然齁 如果使用了大概三五年之後呢 東西有劣化了 就很歡迎齁 再回到我們工廠來做這些工作 而且我們維修之後也有做也有做保固喔 這個是選擇工廠是比較具備了優勢的地方 OK 那這個已經輪胎都已經裝好了齁 所以我們車高的話呢 等下降下來之後呢 就會大概維修大概30幅左右 就是我們要的高度齁 那所以等一下安裝完畢之後呢 就會我們就要試車了齁 那謝謝大家的那個收看 下一次呢 有在安裝到冰箱器的時候 我們再跟大家做分享了齁 謝謝 食物等一下 我要拍照 謝謝大家 下回見囉 掰掰